那探旋记 里面讲三位 三位是等持 立成福故 定会等故 明月等 这个等就是定会平等 这个修禅的人 修禅的人非常强求 那对他们来讲太重要了 定会要不等 你心定不下来 会要是多余定 你显得浮躁 定要多余会呢 你的现象是昏沉 所以一定要定会平等 你的心情才正常 才是真正在定中的境界 那么这个我们从粗浅显的地方 能够体会得到 我们不是修定 念佛堂 念佛的时候 有绕佛 绕了几圈之后 就止进 止进的时候 就出现了 止进是叫你坐下来 坐下来念佛了 可是妄念很多 那个妄念多是什么呢 会多佛定 就妄念多 有的人坐下来的时候 没什么妄念呢 但是几分钟就打瞌睡了 睡觉睡着了 打呼了 那是什么呢 那是定多佛会 会产生这个现象 功夫都不得力 所以一定要定会平等 功夫才得力 所以这是在念佛堂 我们常常能看见的 这种现象 如果自己有这个现象的时候 要懂得调理 妄念太多的时候 要把它定下来 心要专注 我们都用念佛吗 专注在佛号上 把杂念放下 如果是昏尘 定多过 多过会的话 昏尘 精神提不起来 你就起来 或者是绕佛 或者是拜佛 用这个方法 来调理自己 让自己功夫能够得力 等持 是这个意思 立尘福 尘是昏尘 福就是兴福其造 定会 这叫等 等持 心不散骨 住亦静骨 这叫持 实实在在讲 真正的原因 是我们对这个世界 没有看破 没有方向 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 虽然 经上讲的很多 甚至你自己也会讲 万发皆空 可是你心上就不空 你还在留念 真正空了 你还有什么贪嗔之慢了 就没有了嘛 万发皆空 好像是一个口号 不是真的 所以真正菩萨 他知道 菩萨把这句话当真 确定不是假的 年修小尘 虚拓环都知道了 所以他真干 他真得受用 我们虽然晓得 没真干 不得受用 一定要真干 优优优独播剧场 denk 牙 刚 嗯 Ir 瓶子 手 搞 ll